我偏使我必须要钱的 我没有钱我肯定不会把你 我帮我找钱的啊 我找钱的 干嘛呀 我是个病人啊 家住北京海淀区的刘先生 最近遇到一件烦心事 刘先生说自己在西城区三里河附近 有一套房子 原本他好心借给朋友杨某站住 谁承想杨某未经自己的允许 擅自将房屋又转租给了别人 当他想要回房子的时候 杨某一直拖延不予回应 而现在的成租人王女士 更是不愿搬走 甚至狮子大张口 要求刘先生支付三十万元的装修补偿款 无奈之下 刘先生只能向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申请对房屋进行强制腾空 当记者跟随海淀法院执行局法官 前往涉案房屋预备强制执行时 眼前的一幕令他们大跌眼镜 成租人王女士不仅不配合 甚至还撒泼耍赖 海淀法院的工作人员 劝导其配合工作时 王女士更是一屁股瘫坐在地 王女士说自己拿不到补偿款 是绝不会搬走的 一边大喊 一边抱着门框不撒手 看着如此蛮不讲理的王女士 作为屋主的刘先生 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刘先生向王女士表明了 自己才是这套房子真正的主人 而租房子给王女士的人 只是他的一个朋友 如果王女士要租房也是跟他租 否则都是不合法的 是侵犯了刘先生的财产权利的 可是王女士完全不予理会 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 王女士认为房子是自己花钱租来的 凭什么要腾房 法律意识如此淡薄 也难怪他租了不该租的房子了 如今无论工作人员如何解释 王女士坚决不肯腾出房屋 那么当初租房子给王女士的杨某 现在又身在何处呢 刘先生的代理律师表示 针对此案的关键人物 也就是将刘先生的房屋擅自租给王女士的杨某 他们在腾退的时候也与之协商过 当时是让杨某协助腾退 但是杨某提出这个房子 他已经租给了别人 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做做对方的工作 让其配合腾房 也是在那个时候 刘先生和他的代理律师才得知了 杨某已经将房子租出去的事实 后来刘先生跟杨某达成一致意见 同意给对方一定的时间来处理此事 然而等待了几个星期后 事情还是毫无进展 或于成租人王女士的对抗情绪强烈 估计杨某也是无计可施 刘先生只能提请法院强制王女士腾房 可现在成租人王女士认为 他已经与杨某签订了合同 享有房屋的居住权 所以不能认可法院强制要求腾房的判决 坚决不肯腾对房屋 但是当执行法官要求其提供 当时与杨某签订的租赁合同时 王女士却又支支吾吾拿不出来 王女士表示当年他们搬过来的时候 花了三十万装修了这个房子 现在却让他搬离房屋 那这笔装修款谁来赔偿 可记者从现场可以明显看出 刘先生的这套房屋已经很老旧了 屋内丝毫没有精装过的痕迹 实在看不出来花费了三十万元的样子 面对王女士的胡搅满产 刘先生的代理律师认为 将房屋租给王女士的人 并没有得到屋主刘先生的授权 刘先生也没有收取过王女士的任何费用 包括房屋的租金 二者之前并无直接关联 所以刘先生没有义务承担 王女士所说的装修补偿 海淀法院执行局的梁法官表示 王女士如果想要主张任何费用 只能向当初租房子给她的阳谋主张 刘先生只是申请执行人 并一阵间血地指出 王女士所谓的签了几十年的租赁合同 本身就是不合常理的 眼见无计可施 王女士便坐在地上 撒泼耍赖 毫无形象可言 针对王女士的拒不配合 执法人员只能强制执行 那我现在口头传话您 跟我回法院协助调查 去穿上衣服跟我走 王女士被强制带回法院后 瞬间怂了 态度也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你讲过这个道理 你所谓的装修费 你要认为你有道理 有证据的话 你该起诉谁起诉谁 跟这个腾房是两个法律关系 你说我就懂得了 同样的话 同样的道理 被带到法院的王女士 忽然就全懂了 我跟你讲 她那个装修费只能向你主张 她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 将来你都得负责的 好 好 好 执行法官在现场 预备执行人杨某接通电话 告诉其最后的处理结果 并口头通知杨某 承租人王女士的费用主张 以及之后 法院判定其需要承担的责任 杨某居要负责 杨某也对此也表示接受 今天就对她 这种行为 采取个司法居留的措施 那么她现在家属 现在也承诺说尽快的疼 我们要看她这个家属的态度 来取决于 对她处罚的减轻程度 最后 海淀区法院的执法人员表示 目前王女士的家人 已经承诺会尽快腾出房屋 他们也会依法追究 王女士的相关责任 那么屏幕前的你 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呢 欢迎在屏幕下方 强赞加评论留言